而且大家有沒有看到他生的瘦了 好不好 不要再說他 美姊今天氣勢非常的強 大家可以看到美姊的氣勢嗎 非常恐怖 只要他蹲下我們的鏡頭 我們都會有點 好像鏡頭要破掉的感覺 哇 今天真的太驚喜了 因為原本沒有要走紅毯的張惠妹竟然出現了 而且還帶著她的小子女安娜 一起來到金曲獎的現場 好希望今年就是 小記者就私心想要她得 因為美姊幾乎每張都入圍 但是拿獎的次數好像並不多 欸 她們現在是在跳舞嗎 我也有 美姊跟安娜是不是有點神似 大家來猜猜看美姊的鞋子大概有幾公分 我猜應該有25公分 25公分有嗎 你覺得她有沒有25公分 還是20公分 2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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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現在還要來到那個訪問區了 隨便都可以 大家好 對 就是因為今天應該算是 我已經休息很久了 然後其實我今天其實還蠻緊張的 因為太久沒有跟大家見面 所以很開心今天就跟安娜一起 帶著她見習一下金曲獎 對 希望她下一次自己可以走金曲獎的紅台 那今天有獎金曲獎嗎 我之前一直在說 就是參加金曲獎一定要有一個氣勢 而且呢 就是一定要把所有的獎都帶回去 這個是一定要的 但是 有沒有得獎我們就看後面了 對 還好 因為這是 但是 特別準備的一個訂製服 所以呢 就覺得很適合走紅台 對 但它是蠻薄的 是不會厚的 其實還是很緊張 雖然 對 大家在談的時候很緊張 但是 今天就是先來練習走紅台 然後希望以後她有機會可以再走一次 謝謝 金曲獎 謝謝 謝謝 很酷 很酷 這是我的建議 那有時候算好好營養下去嗎 一定會啊 一定會 我應該是說 我每次都說參加金曲獎 一定要製造一個氛圍 就是呢 一定要來拿獎 就是 希望所有的獎都能拿 但是呢 這是一個非常激烈的 party 所以 有沒有得獎我們都平常心 但是 現在是一定要勢必 六項都要拿 最想拿哪一個啊 真的沒有想過耶 你幫我想好了 當然 這個 嗯 還好 對 這個專門搭配這件衣服 我也不曉得 要問造型師 對 我看到塞車了 現在金曲紅毯上面 非常的驚喜 大咖 走上來 請守住的女主播 WOW 你看每點到哪裡都是尖叫聲 我看到你 你 對不對